哈喽五年假班的同学大家好 这一节课是自然课的第二节课 今天是5月28号礼拜五第六节的自然课 相信大家就迫不及待想要赶快完成今天的自然课 没错,所以一样麻烦大家再专心听完这一节课 然后该做的笔记都要写 该听的内容都要记到脑袋里面 有没有问题 OK,那在今天上课之前 我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今天的内容就是主要是课本 现在看一下我的小滑鼠 78、79页的部分会有比较多要抄抄写写的部分 麻烦大家务必记得随时随时影片按暂停 该抄的要抄,该写的要写 不要抱怨,不要埋怨 虽然你的抱怨我听不到 但是你的埋怨我绝对感受得到 所以拜托 今天的这节课抄抄写写的会比较多 我一样老话一句,该抄要抄,该写要写 不要抱怨,不要埋怨 要埋怨要抱怨,等到你写完再来做这些事情 虽然我都听不到,但是我感受得到 OK,好来 今天上课的内容一样要讲到力这个部分 而且我们上次把力的一些很基本的基本内容介绍完了 今天要来讲怎么测量跟如何测量如何证明 当然不会讲到这么难 但还是希望大家务必尽量的要努力的听懂 OK,相信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那最后老话一句,如果你真的有问题的话 麻烦大家用任何方式,就是让我知道 OK,那我们就继续开始咯 这边,课本七十八页 测量力的大小变化 你们会看到图片 然后呢,这边一样有一个地方要帮我写 所以待会我画完重点的时候 影片可以按暂停 然后记得先超超写写一下 来,课文说 手用大小不同的力量往下拉 弹簧会有什么变化 对弹簧势力的时候,弹簧形状会改变 好,虽然这个是一句看起来有点像废话的话 但是还是要麻烦大家抄下来 我画蓝色的地方抄下来 可以省一个字 OK,现在这个时间点就麻烦大家影片按暂停 好,把笔记抄一抄 我再讲一次哦 现在这边就可以按暂停笔记抄一抄 但是待会当我翻页的时候 我就要开始写了 OK,这边可以按暂停 这边抄完之后 我要开始讲下面的部分 来 刚刚的笔记希望你们都有抄完哦 那我这边要继续讲 前面的部分记得按暂停 该写的笔记要写 该抄的内容要抄 好,这边 下面有两个小孩问的问题 第一个,弹簧被拉动的长度不同 哦,当然咯 还有 弹簧的长度变化跟用力的大小有关吗? 好,相信聪明如你们 应该都知道这个是有关的 那我当然还是要进到我的责任义务 要先帮大家解说一下 我会用画线的粗 好,应该看得出来 跟比较细来代表力的大小 好,来 这边用的比较小力 所以弹簧升的比较短 失利的部分在哪里? 对,失利的部分就是你的手 还记得上次课本的76、77页 主要是77页有讲到 失利者在接触力那边 如果现在搞不清楚我在讲什么的 可以翻到课本77页往前看 在小视窗那边 接触力冒号凡失利者 这边 OK,失利者就是指你把力量用出来的 这个部分叫做失利者 好,这边你是失利者 你用的力量比较小 所以弹簧比较短 但是呢 如果今天 你这个失利者是拉很大力的 OK,失利者 拉很大力 弹簧会变得比较长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好,我要把我画作的字机弄掉咯 好,这个相信都没有问题 比较小力 拉的弹簧比较短 比较大力拉的比较长 当然前提是你没有暴力到 拉坏掉 我再讲一次 当然这个实验会成功的前提是 你没有暴力到 拉坏掉 好,那这边一样有地方 要帮我抄抄写写 好,拿起你的笔来咯 这边帮我看一下 女生的问题的部分 弹簧被拉动的长度 竟然不同 为什么 好,对两条弹簧是不同的力量 两条弹簧长度 并不相同 OK,这边不用全抄 但是要帮我抄 湿 不同力量 湿 两条弹簧的长度并不相同 OK,如果你想要再省一个字的话 香可以把它省掉 这边一样影片可以按暂停 帮我把这个部分抄下来 女生 抄在女生的问题下面这个部分 我知道你们空白的地方可能没有很多 来看一下绿色线的部分 彈簧长度变化和用力的大小有关吗? 有关 有关 当然有关 但是我不想要你们只抄两个字 所以一样帮我写 表示弹簧长度与湿力大小有关 对,的都可以不要写 你们应该知道 好,但是绿色部分要抄 表示弹簧长度与湿力大小有关 一样这边开始可以按暂停 帮我把笔记抄好抄满 抄在男生的问题下面空白的地方 老样子如果地方不好找 空白位置太小 没关系 我相信你们一定做得到 把它抄好抄满 字务必要抄得好看 好,那一样 讲到这边 影片按暂停 自己笔记要抄咯 那我的上课内容要继续 这边影片按暂停 记得抄好咯 来,继续下去 上面的笔记希望你们都抄完了 用手往下拉弹簧的时候 弹簧长度变长了 可是怎么知道 手对弹簧用了多少力呢 你要怎么知道 想办法去求证 想办法做实验嘛 想办法做记录 想办法证明嘛 好,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不要抄 因为我觉得它的 回答 其实 没有真的回答到这个问题 但是你们大概要知道 弹簧长度变长了 那就代表用力 有变多嘛 用力变多 弹簧长度变长 但是用力变小 弹簧长度就会变短 OK,好,来 继续哦 可以怎么样表示 大家觉得怎么样表示 来,这边一样要抄抄写写 待会一样这一段都可以按暂停 然后抄抄写写 来,弹簧长度变长 可是怎么知道 手对弹簧用了多少力呢 好,怎么样表示 这个呢 只要抄我蓝色的部分就好 对,这边委屈你们可能要全招 可在弹簧底下挂砝码 借由对弹簧失利几公克 弹簧伸长几公分 来计算失利大小 好,唯一可以省的字 失利大小 可在弹簧底下 这个的也可以不要写 好,我把它画掉 可在弹簧底下挂码 借由对弹簧失利几公克 弹簧会伸长多少公分 来计算失利大小 这个帮我写下来 这个不用写,记得 这个不用写 我把它画掉 我希望我打叉叉了 大家要知道不要写 OK 可以用弹簧长度表示吗 当然可以 可以在弹簧下面挂物体 用物体重量表示吗 当然可以 还可以怎么用 好 因为这个部分呢 课本都只跟你们讲弹簧 弹簧 所以我们下面这个的问题呢 你们不用抄 就是上面的抄好就好 但是下面的内容 一样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OK 等我一下 那个翻页的部分会有点变化 好 来,这一页的部分呢 非常欢迎大家一样按暂停 对,现在就可以按暂停了 然后呢 把该抄的抄 然后该看的都看一看 这边不用抄的 我一样再画叉叉 好,来 现在呢 我画绿色的地方就是不用抄 我再讲一次 绿色地方不用抄 但是你要暂停 然后多念几次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差不多可以暂停了 你第一次暂停是要把这个抄好 第二次暂停来念下面的内容 来 问题要念 念完一次之后 可以用弹簧来表示 弹簧被拉的越长表示势力越大 好 来 可以 弹簧被拉的越长表示物体的重量越重 这个都没有问题 可以用弹簧秤来测量 好,欢迎大家这边呢 按暂停 然后画绿色的地方加问题 各念五次 OK,我再讲一次 现在这个时间可以按暂停 好,然后上面的笔记要写下面的答问题加答案各念五次 OK,暂停开始 好,那我的内容一样要继续哦 所以呢 待会儿我刚刚我说的暂停的部分自己都要做好 那我要继续往下讲咯 其实八页最后一个部分 弹簧受到大小不同的立场都会有变化 这时候呢 作用于物体的外来力移除后就能恢复原来西装 这种物体就可以作为测量工具 好,这个很重要 大家帮我画起来 哦,弹簧日常应用在哪些地方呢 这个就是给大家做一个补充 但是呢,补充之前 来,这个全部画起来 好,重点是 它受力完之后可以恢复原来的形状 这个它才可以做测量工具 如果今天举例来说 这个东西它一量完就断掉 举例来说 例如柳的头发或者是你们的头发 它今天测量完挂了10个砝码之后 或是挂了10公斤的肌肉之后 啪擦一身头发就断掉了 它可不可以拿来当测量工具 不行 因为它没办法恢复原来形状 它甚至会被破坏形状 所以要记得 这一段全部画起来最重要的是 东西在移除外力之后 外力移除之后 它还可以恢复原来的形状 这个才可以当做测量工具 OK讲到这边 这个部分是课本上没有的 但希望大家做补充 所以呢 这边麻烦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 然后如果不想看 这个部分没有关系 因为我之后应该会想办法比大家看 呵呵 但是呢 你先看先赢啦 好不好 好来 看一下哦 上面的重点要画 我要继续翻页啰 弹簧应用在哪些地方 非常非常多 弹簧是利用弹性来工作的一种机械零件 它是零件的一种 一般用弹簧钢制成 简单讲就是钢 钢的特性呢 它非常的耐用 嗯 这个相信你们都知道 而且呢 弹簧其实不只用在测量 像你们的原子笔如果坏掉 就是可以那个压来压去 你们上课每次在那边玩 模仿一下声音 有够吵的声音 这个 你们每次上课最爱乱玩的 这个原子笔的声音 这个里面也有弹簧 为什么它可以用 因为弹簧它的力量 它的这个怎么讲 整个设计很厉害 就是移除了力之后 它会恢复原来形状 所以你看哦 它的可以利用弹簧的弹力 控制肌件的运动 缓和冲击或者是震动 很多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得到弹簧 所以弹簧是一个蛮厉害的东西 嗯 好简单补充到这边 我要继续到79页的内容咯 但这一页的部分就欢迎大家一起看 然后记得边上课的时候 不要再这样子玩你的原子笔 不要再用里面的弹簧 好来 这边要先跳到我们课本76页 你不用翻眼睛看我的影片就好了 大家还有没有记得 我上次76页的时候有说过 物体本身重量就是该物体 在地球上所受的重力大小 我上次有大家在画好画满 好这个要记得 物体本身重量就是该物体 地球上所受的重力大小 为什么我要插播这一页 我就要让大家记得 记得记得 我讲三次真的很重要 其实重要要讲四次 所以我再讲最后一次 请大家务必要记得 为什么我们可以用弹簧秤 可以用弹簧量重量 然后来知道它有没有受力 因为科学家有得到一个定义 课本76页 我叫你们不用翻 但是你们自己要印象 76页有说到 物体本身的重量就是 它的受力的重力 受到这个重力的大小 所以记得 为什么可以量重量 知道力的大小 因为科学家在这边就有说过了 课本也有帮你整理过了 好的 没有问题的话 我要继续看一下 7、10、9页 OK 79页有说到 如果利用弹簧作为测量工具 可以怎么设计实验来探讨 用力大小与弹簧长度的关系 OK 这个设计实验有点困难 虽然很想要叫你们设计 但可能会有点靠到你们 没关系 先看一下课本上 怎么帮你们设计 但是务必听懂 OK 来看一下课本图片 红色字先不用理它 来 操作的部分 有没有看到下面的图片 来 它的第一步骤是什么 自己要念一下 我念的时候眼睛要跟着我 OK 来 将尺和弹簧固定在支架上 每次使用10公克的砝码测量 这边麻烦大家帮我画起来 每次使用10公克 不要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累的是谁 是你这个操作实验的人 OK 每次使用10公克 当然你这边可以问我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不要10 我一次换成5 可不可以 可以 老师那我每一次换成8 可不可以 可以 你开心就好 老师那我不要10 我每次要换成23克 可不可以 OK 当然 砝码你要换多重 都可以 好 你要5公克 8公克 23公克 都可以 前提是你要找得到 好 再来就是 只要每次用的都是同样重量的砝码 就都可以 这样子OK吗 好 那来我要先继续往下看 第二步骤 测量弹簧原本的长度并记录 接着在弹簧底部 依序分别挂上5到10个砝码 量出弹簧的长度并记录在习作中 好来 这边我先讲一下 习作我下次上课才会用到 才会写 所以今天先不用用到习作 但是我要你们了解到 他的顺序是什么 第一步你要先测量弹簧原本长度并记录 这个打星星 非常重要 好 接着呢 接着呢 怎么样 其实这边算是第二步骤 但我们下次再写顺序 先帮我画线就好 来 再来 接着在弹簧底部 依序挂上5到10个砝码 依序一样画起来 而且量出弹簧长度并记录 好画到这边 这个部分务必记得画好画满 我要翻到下一页啰 但是要画的地方 记得要画 然后那个习作可以不要 不用打擦啦 因为那个习作只是 只是我要给你们看的 好我赶快消灭一下证据 OK好 来 重点不要被混淆 上面的内容画好画满 那我要继续啰 所以红线要消失啰 记得现在按暂停 来注意 注意的部分 一样要帮我全部画起来 注意的部分 记得 就是每次都要 把法码取下来 不然 弹簧可能会弹性笔法 就没办法回到原来长度 所以来注意一样打星星 好 每次测量完弹簧长度 都要把法码取下来 而且还要检查 弹簧是否恢复到原来长度 因为如果 它没有恢复到原来长度了 你就是要稍微做记录 不然会影响到你的实验 那当然我们尽量是希望 在你实验做完之前 弹簧都不要受影响 好 这页画完之后 我们要进到下面一个步骤了 来 大小相同 重量固定的法码 数量多寡 可以让它表示力的大小 好 这边一边挂 对不起 要给大家看一下 一边挂五个法码 课本上就是证明 挂五个法码的长度是这样 挂六个法码长度是这样 好 那一样 79页最后一个部分 大小相同 重量固定的法码 就这个物品 数量多寡 可以表示用力大小 那在这边 一样麻烦大家写 但是呢 我要先问一下 所以呢 如果今天挂的长度 越变越长 代表他用力的大小是越来越大 还是越来越小 OK 重量 长度越长 代表他用的力量是越来越大 这个部分希望大家都没有问题 听得懂 我在讲什么 好来 这边一样再复习一次 如果你一直在想到为什么重量跟重力大小跟受力大小有关 就想一下课本76页的这一边 又看到他了 没错 这一页很重要 好来 这边 这边帮我看一下 好 这个一样帮我写 写什么呢 不用 不会很难 帮我写 这个先画起来 好 数量多寡 可以用来表示力的大小 OK 这边画起来帮我写 长度越长 好 长度 越长 力量 越 大 OK 没错 今天简简单单的 因为这两页 我希望你们自己听懂 所以字 这个不要写太多 你帮我写长 然后冒号 越长的话 力量就代表 怎么样 老四字真的很丑 真的很抱歉 力量 越大 所以另外一个要帮我写 长度越 短 就表示力量越 小 好 那我这边啰嗦一下 我没有要虐待大家写字 虽然我平常很爱 但是今天没有 来 长度 越长 逗号 逗号 力量 就代表他越大 OK吗 所以一样 如果长度越短 他就代表他用的力量越小 OK 我课本 其实九页讲到这边 原则上 我今天上课内容就到这边 希望暂时没有问题 然后这边的内容要帮我写 因为我要往下翻页 所以现在可以按暂停 然后记得帮我把笔记炒完 好 我要翻页 这页非常重要 记得要做复习 然后再来 重力是谁发现的呢 这个部分呢 不用写 因为我之后会再逼你们看一次 但作为今天的上课内容结束之前 还是希望帮大家补充一下 所以我会帮大家讲一下 重力是谁发现的呢 记得哦 他不是被发明 他是被发现的 发现是什么意思 就代表本来存在 只是后来呢 被别人 嘿嘿 原来你藏在这里 这个被发现 OK 好来 被谁发现的 牛顿 有天坐在 抱歉 来 牛顿有天坐在苹果树下 突然有一颗苹果 从树上掉下来 让他产了很多英文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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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跟你们一样是好奇宝宝 所以其实问问题没关系 重点是怕你们不问问题 而且重点是怕我没有时间解答 所以我真的很欢迎大家问问题 然后现在呢 就是上自然课的时候 如果有什么问题 欢迎大家 反正线上了嘛 我应该可以一个一个解答 欢迎大家用任何录影录音 或者是打字的方式 然后用任何方式传问题给我 我会尽量帮大家解答 好来 牛顿呢 他从苹果落地的现象中开始研究 终于找到了 他是受到地球引力的影响 OK 这种来自地球无形力量 拉着苹果落下就是重力 也就是刚讲的地球引力 OK 来跟你们讲个小小的 额外的冷知识 据说啦 如果我资料没有看错的话 据说现在很夯的那个 Apple手机 苹果手机 他的那一个苹果啊 就是要对这个牛顿先生致敬 所以他的商品牌logo才会用苹果 那但是我忘记后来 他是不知道是因为看到哪一个商品 他的苹果标记跟他的很像 他想说哎呀 人家都先用了 我不要去 不要去影响到别人 所以他才把他的苹果用了咬一口 不然呢 其实原本苹果手机 我没有记错的话啦 好之后下个礼拜再查给大家 就是苹果手机的苹果 其实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因为看到 就是想到牛顿发现这件事情 然后觉得想要跟他致敬 然后呢 才会用那个苹果做这个logo OK 好 那这边的啰嗦完了 今天的课程内容到这边 最后最后的作业的部分 好 作业的部分跟上一节课的内容 一样没有变 只是我把我的作业内容 写得更清楚了 习坐四处也要完成哦 而且拍照上传到作业区哦 然后呢 自写完了自然作业部的照片 一样帮我拍到作业区 而且两页拍成一张就可以了 然后答案尽量不要模糊 虽然我会给你们答案 但是我也希望我可以 稍微看一下你们答案 对不对 所以照片尽量不要模糊 然后方便我可以帮你们稍微改一下 再来课本77页的笔记 要拍照上传到作业区 这个都是我第五节又讲过的内容 希望大家要记得 好来 然后这一个两页拍成一张照片 什么意思 就是类似这样子 好 这个是四年级的啦 我是用四年级的 因为我怕我用你们的 我会不小心弄到答案 呵呵 好来 就是两页拍成一个照片就可以了 你不用一页一页拍 这样你会比较累 好好 所以作业的部分 记得不要忘记 然后上传到作业区 如果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skype里面问我 或者是提醒我 OK 那我下礼拜就要看到大家的作业 那今天的自然课就上到这边 我们下礼拜见啰 拜拜